我们来看一下数以101这一题 这一题又是一个2的次方 所以数学家真的很喜欢玩这个2的次方 他想要问2的次方 在几次方的时候才会是13位数 所以13位数是什么? 13位数其实是10的12次方 这边是最容易犯错的部分 因为你可以看到100是什么? 100其实是3位数 是10的平方 这等于是这边还会有一个数字 所以次方跟位数会有差异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看2的n次方 什么时候才会是10的12呢? 那2我们就先把它转换 就转换成以10为底 就变成10的0.301的n 那这样子就会有大于等于10的12 所以第一个就是把2转成这个 那接着呢我们就知道了 就是说我们要看的就是上面这一个 要比这个大 次方再次方就次方相乘 所以我们要处理的四值就变成是 0.301n 要大于等于12 那在这一步里 我们以后就说这个叫做取log 取log 其实就是什么? 把次方取出来 那我们现在n就可以算出来了 n就会大于等于什么呢? 大于等于12除掉0.301 我们知道12除以0.3是40 所以它比它大一点点它会变成是 比40小一点点 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是39.9多 所以n呢我们就先要取的话呢 n就是取多少?n就是取40 先取40 取第一个出现的话就是40 所以这题的计算上是这样子 但是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事情值得补充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它要这样出呢? 其实这是我们一般在做数学里面 经常有的默契 就是说2的十次方 2的十次方我们当然知道嘛 就是10进来就变成10的3.01 这个数字其实详细的就是1024 所以在数学上呢 我们经常就会说这个东西近似于什么呢? 近似于10的三次方 那2的20就是大概10的6次方 就是10的9次方 2的40 那为什么想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中有一大堆电脑的产品嘛 经常你会听到 我的容量是KB、MV、GV、TB 那这里的 这里其实就是 1K其实是2的十次方 但是呢 我们通常我们都是 因为跟这个很靠近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就说 这大概是属于1000等级的 那1MB的话就是百万等级的 但是实际上是2的20次方 那1GB的话就是2的30次方等级的 所以这是 现在的电脑大概 桌上型电脑应该都有到T等级的 那企业级的是这个 其实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 电脑大概只有G等级 真的是过了10年 过了10 已经快要10多年了 现在已经变成T等级 我相信再过了10几年 再过了12年 大概大家的电脑真的 真的会到P等级 但是我现在很难想象 就是说P等级的电脑到底可以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12年前真的也很难想象 电脑可以到T等级 所以这个进步是让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很多大数据 大数据里面对这种 对这种次方的感觉 你就要掌握得更清楚一点点 所以其实做这种东西呢 全部都是换成以实为敌 那我们就在这种次方在次方 就会很好计算